赵丽颖近期正在拍摄综艺中餐厅 网友也晒出了录制路透图 是他和张碧晨一起录制的画面 从路透中来看 两人的状态都非常好 而且赵丽颖和张碧晨也十分亲密 甚至在录制时还为张碧晨贴心的整理头发 笑得十分开心 看来两人相处得很好 要知道张碧晨和谢娜是非常好的朋友 而赵丽颖和谢娜也十分要好 不仅一起拍过综艺 还互称大哥二弟 谢娜生宝宝时 赵丽颖还送了长命索 两人在网络上也时常互动 可以看得出来关系很好 这次在中餐厅中 赵丽颖和张碧晨也相处得很好 看得出来赵丽颖十分喜欢张碧晨 虽然赵丽颖正在拍摄综艺 但是她代播的新剧也有 虽然存货不多 但却是大制作 而在七月八日 网上又爆料赵丽颖已经有了新剧 还是一部大女主的商战剧 根据阿奈的不得往生改编的野蛮生长 赵丽颖饰演女主许半夏 而根据爆料来看 将要和赵丽颖合作的男主演则是肖战 想来这两人的合作是很多网友都想看到的 要是这部剧的制作可以媲美早年张碧和樱桃的鸡毛飞上天 那可以说是肖战正是几神经影视圈 或许还能凭借决策拿奖 毕竟当年的鸡毛飞上天 可是让张艺和樱桃迎来了 事业上的辉煌 还各自斩获了白玉兰的最佳男女主角 但野蛮生长到底能不能媲美 鸡毛飞上天 我们不得二知 毕竟一部作品的成功 元素有很多 制作剧本的班底 导演 编剧 演员 甚至于后期剪辑 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要说赵丽颖的演技 是绝对没问题的 毕竟这么多年的女主 宇说是女王可不是白当的 想来大女主戏是绝对没问题的 而且深战剧对于赵丽颖来说 应该也没问题 赵丽颖这个女主的身份 应该是基本定下来了 但男主方面却并不一定是肖战 还有爆料和赵丽颖合作的男主是白玉 白玉也是十分有演技的演员 本人一直都十分低调的在拍戏 演的剧也都非常有质量 什么类型的角色都能拿捏得十分到位 虽然有些剧她并不是主角 但配角的表现依旧十分出彩 一点都不逊于主角 想来要真和赵丽颖合作 一定会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剧 但更多的爆料却依然是肖战 想来也不是无中生有 毕竟肖战近年来的热度是真的高 代言被粉丝买空 主演的剧光是预告片就能上一波放量 热度一直都处于十分高的层面 肖战的这个流量真的是一记绝尘 要是这次赵丽颖和肖战真的合作了野蛮生长 那可真的是火星撞地球的极实感了 在拍戏方面两人都是极度的自律 想来要是真的合作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合作 对于两人要合作的消息一出 不少网友直呼赵丽颖这是要把博军一笑挤起了 毕竟之前赵丽颖和王一博合作了油费 而王一博和肖战合作了陈请令 再肖战和赵丽颖合作一次野蛮生长 那可就真的是有意思了 但这个网报是真是假还未可知 毕竟如今肖战锅里的饼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甚至大有塞都塞不下的势头 到底赵丽颖和肖战能不能合作 还是再看官宣的消息 不过如果真的期待两人合作的粉丝 可以静观其变一下 毕竟消息是早晚都会官宣的